好 现在雷总来到了我们的体验区的现场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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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先跟我们的网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 大家好 雷总 我听说您最近准备进军网红市场 来跟我们抢饭碗了 我想跟所有的网红 代表所有的网红 来确认一下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 我觉得直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可以跟很多的用户直接交互 只是玩 虽然我收了很多的花 回头我都会刷给大家的 谢谢 我加倍刷给大家 希望所有的网红来捧场 因为我知道您其实每一次消息的新品 都会自己去填很长的时间 这一次消息的Mac 您用了多久 我差不多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那我问一个问题 在今天消息的Mac发布之后 您还会选择换回其他的小屏手机吗 还是会一直用Mac 我觉得我这份工作的话 他就决定了 我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换一部新的手机 但是小米Mac的话 因为我同时大概 我同时书邦里有十几款手机 但我想在为了这段时间里面 我肯定会经常用小米Mac 明白 您觉得在小米Mac这三个月的过程当中 哪一个功能对于您来说 印象是最深刻的 或者说最无法离开的一个功能 我觉得在这么轻薄的手感的前提下 这款手机屏幕这么大 尤其是电池 你怎么折腾一天都足够 你是怎么折腾一天都可能用了 所以还是续航 续航 还有屏幕的问题 有没有感觉放在口袋里面蹲不下 我觉得它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大 比如说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比如这部手机 穿在口袋里就这样的 我觉得完全没问题 放在后面口袋里 因为刚才有网友说 要我现场demo一下 到底能不能放在口袋里 我来可以试一下 你的衣服有点紧 我应该还好 还有我正常的情况用的是拿着的 我拿一部小米5 再拿一个小米Mac 我是两部手机叠在一起的 所以好像 而且它很轻 不会让你有很重的感觉 如果你只用一部手机揣 我觉得也很容易 所以我认为做出来以后 完全超越了我的想象 初期我就特别怕太大太笨 你看我们这个视频采访的时候 大家一看了用大片手机 就觉得你傻 你怎么这么笨 搞那么大一款手机 我也有一个朋友用过 用过一款三星的 七点几寸屏的手机 一拿起来就觉得大 像平板一样这样的 对对对对 很傻 所以我在做大片手机的时候 我刚开始是很抗拒的 主要是像富盛 李轩宁 周涛 我一帮朋友一天到晚跟我说 你一定得赶款大片手机 是 这也是一个我特别想问的下一个问题 就是除了这些朋友们的怂恿和推荐以外 有没有其他的考量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做一款大片手机 不是更早也不是更晚 有没有市场上和其他更其他方面的考虑 我觉得这个时候做一款大片手机 是我发现了一个很奇特的数字 比如说去年的时候 MIUI的用户的平均使用时长4个小时 现在已经变成4.5个小时 众多的客户已经是5.5个小时 所以大家使用手机的频度 在明显地增加 其实我 一方面对我来说是好事 大家用我的手机时间越来越长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我想跟大家说 其实手机外面的世界也很美好 希望大家少用点手机 OK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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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